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聊台湾馆长陈子汉 我为什么要聊他呢? 是因为昨天我看到了一个他的视频 就是他做直播的视频 应该是昨天发的吧 他讲了他这回遭受枪击的一个过程 我看了一下他说的一些东西 他也回顾了一下他遭受枪击的一些 怎么说呢?就是遭受枪击的一个过程 我也看到 那么咱们今天先不聊这个馆长 先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馆长 自从就是翻墙吧 来到了这个外围世界了 我真的是挺大开眼界的 而且我认为这个YouTube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YouTube应该是在全球范围之内审查 相对来讲还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他不像大陆这个审查特别严啊 那也有可能是我在大陆待久了 来到YouTube上面 我就觉得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就是这个审查特别的款范 是吧? 那有的人也会抱怨 在YouTube上面审查也过严 那我跟你说 你是没来过大陆啊 你要来到大陆了 你看看你说那些东西 看能不能播出去 不给你逮起来就不错了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墙外的世界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自由的 而且说话也相对 弹性啊 特别的大 对吧 尺度也特别的大 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 每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得到就是发表 我了解陈志涵是因为这个国内 国内有一个人叫徐晓东 他也在这个YouTube上面做节目 我看的徐晓东 以前我看他吧 他老爱说脏话嘛 他一说脏话吧 你就对于这个 读了这么多年数的一个人吧 就是感觉不是特别好受是吧 但是他对于他一个武林界人士呢 可能也符合他的一个性格特点呢 或者符合他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说了一个关于 这个台湾馆长陈志涵的一个事 之后呢 我才了解到他 并且这个徐晓东啊 有一集节目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陈志涵呢 被枪击之后 在大陆方面吧 不一致叫好吗 之后呢 这个他就出了一期视频 就开始说呀 这个说大陆人呢怎么样 或者是说这些叫好的人 说就是给这个叫好的人给骂了 就是这么一个事 我看完以后啊 我其实我说句实话 我对这个事情呢 怎么看呢 我当然了 我觉得大陆这些人呢 真的不应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没有必要去 你最新一个人被枪击了 那么痛苦 你们去叫好 去就是 说一些风凉的话 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我看有的这个YouTube这个播主啊 就在这上面就是还笑了 就是这些人我真的不知道 有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 我来这个 我自从做视频以来吧 我真的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我感觉我以前经历的 我没有步入社会 我只有来到了这个互联网的世界 我才真正的到了这个社会当中 而我翻墙到了这个YouTube上边 就油管上边 我又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中 就是我遇到了各社各样的人 就什么样的人都有 当然我特别喜欢这个油管 这种开阔一些的世界吧 就是起码它对你的思想 没有一个束缚 对吧 你可以畅说欲言说一些 你认为正确的话 或者是说 就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这个徐晓东骂完以后呢 我也特别好奇啊 我就想了解一下 咱们中国人这个国内的网民 对于陈子汉遭受枪击这个事 他到底能够骂到什么程度 我就特别好奇 我就在想啊 为什么徐晓东这破口大骂呢 就这么生气呢 之后啊 我就去这个微博去找了一些相关的素材 我看一看到底是 就是国内这些人呢 到底是怎么评论呢 哎 我真的找到了 我在一家知名的媒体找到了 叫做 这家知名的媒体呢 叫做环球时报 在国内的小伙伴吧 就大陆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这个环球时报在8月28号9点38分 报道的这些事件 就是说这个台湾网红馆长陈子汉 深夜被人当街连开了三枪 之后呢 身中两枪 倒在了血泊当中 目前呢 正在抢救 这个馆长说 他是中了三枪 那这个可能他这个报道 可能还不是说一手报道吧 我昨天看了馆长这个 这个他的视频当中 他说他一个是腿 还有一个是脚 还有一个是胳膊 就这个左 是右臂还左臂 我记不清了 就在胳膊上面 被这个子弹打伤了 当时听着我都特别难受啊 就感觉特别的血型 就是我真的可能 可能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和平的人 我是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所以说对于这些 打打杀杀的 我就比较 可能就是比较反感 我真的不喜欢有这些血型啊 暴力啊 或者是这些 我认为一切东西都应该通过 和平的谈判去解决 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理想 确实你包括咱们国家 这个共产党的建国 他也是建立在革命嘛 为什么叫革命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革命你说是好事吗 我认为每一次的革命 都会有无数的人 做这个亡魂 对吧 做这个去牺牲自己的一个生命 因为革命嘛 你要革谁的命呢 对吧 革老百姓的命 还是革什么谁的命 我也不知道革谁的命 反正是有的人 有人命没了 对吧 所以说这才叫革命 如果没有人死 那还叫什么革命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我真的不希望再有人去被革命了 或者是说因为 因为现在生活在和平 和平年代和平环境 可能有的国家 还是在战火氛围当中 我也真的希望有一天能够 就是所有的人吧 不应该把这些 经济啊 就是钱财吧 买那个导弹 那个炮弹去轰炸别人 而应该是 你愿意发展自己的经济 就发展经济 你愿意办教育就办教育 应该是能够和平友好的在一起 但是你看这个圣经里头不说嘛 说这个人之所以活着 就是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 你说他这个也算一个欲哑了 对吧 就是所有的人 就是每个消停时候 包括这个世界 总会出现纷争啊 总会出现战争啊 真的 人活着其实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还面对着这些所谓的政治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党派也好 还有这些 关于宗教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好 他就都会产生这种思杀 我认为真的不可取啊 人还是更多的应该 把心思用在什么呢 用在你自己怎么生活上面 你的未来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活着 思考一些这些问题 或者是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有一个自己的方向 这个我还是觉得 人应该更多的是 追求一下自己的内心的丰富吧 对吧 追求一下你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而不是追求那些打打杀杀呀 或者是追求那些特别激进的一个东西 坦白地说 我不是一个好战分子 我对于这个 我是特别热爱和平的一个人 当然这个热爱和平 并不是政治正确啊 我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 不喜欢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武力的这些东西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在国内吧 或者在世界范围之内 他确实有一些人 他是一个好战分子 就说什么呢 他不拿他自己的命当命 他也不拿别人的命当命 对吧 他不拿他自己的命当命 那他怎么可能会去爱护别人呢 这个绝对是 你比如说那个德国的这个法西斯统治 对吧 这个 这个阿道夫希特勒 那他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嘛 他就是愿意去参军 他自己国家这个军队还不收成 是吧 当年他身体不合格 他跑别的国家参军去了 参加这个一战 获了两个勋章 获完了以后呢 回来之后 一战结束了嘛 对吧 因为他这个当时就是受伤 受伤就被抬下来了 抬下来之后就是 当他好了的时候 他眼睛那前不瞎了 当他眼睛又能看到的时候 一战结束了 这给他懊恼的 这个希特勒就特别懊恼 说我不行啊 我说怎么办呢 之后他就是在这个德国游荡 我说他一直在游荡 游荡的就赶到这个德国 不出现这个经济危机之后嘛 德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之后 这个希特勒 他这个机会就来了 他就发生什么 就是后来就什么 有小酒馆暴动了 是吧 他被抓起来了 后来由于什么经济危机 他出来以后 他又加入了这个 就是德国的他 那叫什么党派 就是他那个党 拿翠党 是吧 加入他那个党派之后 他就一步一步的 就发动了世界大战 那你看他就是一个好战分子 他就一个不拿自己命当命的人 你看他这个 他都这么愿意参举 你自己身体不合格啊 跑到别的国家都去参举 那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个世界确实是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热和平 也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是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希特勒早年呢 他想从事这个绘画 但是他在欧洲 他为什么没有当成画家呢 因为他吧 他这个绘画 他只会画画这个镜物 对吧 他不会画那个人体 但是你不会画这个人体 这个就出麻烦了 因为你看这个欧洲 对吧 德国 他这个欧洲 他们所有的国家 都是用这个人体 这个 这个 这叫什么画像 就人体画像 或者这种肖像画 来记录历史 那你不会画这个 就等于你不会记录历史 你不会画人 包括你在宗教上 也需要画人 你在记录历史上面 也需要画人 还有这个 就是文化传熟啊 什么罗马神话 这些不都有这种画像 那你不会画这个 那等于你是个残疾 所以在画画界 就是一个残疾 你不合格 所以这个希特勒 就考这个 咱说叫美院嘛 是吧 就是美术学院 他就屡考不中 之后呢 他有这个绘画 这个道路 就扼杀了 今天我跟我母亲 聊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希特勒 当年呢 真的不如说 让他画画去 是吧 画画以后 他就不能发动二十大 所以真的 这个历史 也是挺 这个造化 也挺弄人的 这个历史 真的 我就相信呢 那今天假如说啊 能让这个希特勒 当年去当画家去 我觉得那个 最好的美院 让他去念都行 对吧 你别发动这个战争 这太恐怖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对 好战分子的一个理解 那么回过头来 我说一下 咱们这个环球时报 报完了之后 你看咱中国这些网友的 一个评论啊 我真的不希望 咱们这个国外的小伙伴 能够看到新浪 这个微博 我真的不希望 你们能够看到 而且我也不希望 这些海外的华人看到 因为你们看到了之后啊 会对咱们华人的 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啊 会对咱们有一个特别恶劣的 一个印象 那么我选 我就是就近 我给大家读一读吧 就是他们有几个评论啊 你看这个最近的 而且点赞量也是比较高的 第一个叫云西毛的 这人说 说吩咐下手帮他开支播 就是死也不能忘了作秀 第二个这叫什么 埃米尼啊 918这人说的 当场倒地不断哀嚎 随即吩咐下手帮他开支播 反正这个第三个妹的 第三个叫stock环球之旅 叫嗨开支播 还有一个 我想什么弄死我自己 这人你看 这人就是一丑 就是个精神病嘛 就一丑 就典型的五毛形象 而且这人特别 我估计他在限制当中啊 他能起这个名 他这人是比较恶心的一个人 应该是也挺丑陋的 面有心生 这句话是对的 有点准啊 都打手和腿上的 还有一个 就下边就说的 说是就是那个天天挑衅 大陆打过去的那个人嘛 希望子弹没事 上半身这么大的目标 偏偏两枪都打在了腿上 自导自演 还有叫什么 木稀一点点的说 这是哪位意思 是吧 反正还有就是说的这些东西 还有说什么叫马擦子子说的 你说这个叫马擦子子的起个日本名 一瞅一瞅这么就是个 真的 我一瞅这个玩也不是个好玩 是吧 还整个马 你一个中国人 你说你起个日本名干什么玩 马擦子子 说自由美利坚 枪击美一天 啊 不是美利坚 啊 他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整那些东西 就是特别恶心 还有还有底下还有更恶心的 更恶心的说什么呢 说是什么呢 说是照顾嫂子什么 你可以死了 那个嫂子我来照顾 就是底下都有 就是就是底下这个中国网友的一个评价 我告诉你 我可以跟大家说 1228条评价 没有一条 基本上我没看到好的 基本上99.99%都是这种 就是一边倒的 骂这个馆长的 或者是讽刺的 还有说的作秀的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个互联网 这个YouTube 当成是一个犬子的话 或者是说你把这个 你网上的这些 粉丝也好啊 叫朋友也好啊 当成是你自己的一个伙伴的话 那其实啊 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 你都应该跟他们说一下 就是记录一下 你自己的生活 就包括你像我做这个自媒体平台啊 我有时候为了就是一个是记录自己的一个生活 再一个呢 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 无论这个自媒体是你的工作也好啊 或者是你的爱好也好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因为靠这个东西可以把大家具有交互属性的一个社交团 社交媒体嘛 咱们可以进行聊天啊 沟通啊 或者你能跟我沟通 如果假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说我们比如说在海外的 在台湾的 在香港的 你们会认识我吗 肯定不会了 对吧 那当然了 香港我估计看我节目的应该比较少 为什么呢 我这个是普通话 广东那边都说粤语吧 那可能不太听着可能不太那个不太顺啊 因为广东那边好像粤语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就比较流行的 所以说我估计台湾的人听我说话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台湾小伙伴吧 说话 但台湾的男生就是说话 我感觉还是比较温柔是吧 在东北的人说话可能比较粗瓜 我估计你们听我说话也能挺有意思的 所以说在这里头 大家就是聊天 就是比较有意思 对吧 咱们可以互通有无 我们了解到的知识和你了解到的知识 咱们互相的交流啊 这个挺好的 其实你说这个自媒体是什么呢 它自媒体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平台和媒介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有的人当工作 有的人当爱好 无论你当什么都好 它都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工具嘛 所以啊 我认为啊 就是他这个开支播完全没有什么 他就是想记录一下他最后的一个遗言 对吧 他当时可能以为他自己要死了 他记录一下又怎么样 这有什么错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说作秀的人这个逻辑何在 我认为开支播很正常 那你说为什么有的人死了还要立个遗嘱呢 那你那意思就死了就不要立遗嘱吧 尤其那家财办惯的人 那死了不立遗嘱的话 那你说那孩子不打疯了吗 对吧 所以说我就想这么说 那你说 要是人家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 身中三强 对吧 那你说 你开个支播 你还说人家自编自倒自压 你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吧 那哪有这么编这么倒这么压呢 昨天开了馆长这个视频支播吧 对于国内阶级小小伙伴 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不想埋怨他们什么了 或者不想说他们什么了 跟他们同为中国人我感觉是我的一个耻辱 而且我很不喜欢这些人的一个风格 这些人我认为都是社会的一个乌合之众 是一个渣子 我也不想去过多的评价他们 因为浪费我的唾沫行者去评价他们 那真的太给他们脸了 是吧 我觉得这些人没有脸 就是所有的说这些就是嘲笑的人 你可以跟他的政见不同吗 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去恶意的重赏啊 诋毁啊 诽谤对吧 而且我再说一下这个环球时报 如果啊 我觉得环球时报这个媒体 你有有点良知啊 就是你看在底下这些评论里头 你不删一删吗 你不管一管吗 你擅长玩的这些就是尤其你主编胡锡进 对吧 特别善于玩的这种控评啊 封锁言论呢 你为什么在这里头 你给他就是这个评论不关闭啊 对吧 我有的时候看就是咱们国家 就是发表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在这个媒体上发表出来 都把评论管的 为什么 他不敢让大家评论 特别有意思 等一下我给大家找几个 我说现在那个 我说今天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了 我就是不给大家拿这个例证 有的是 就是比如说什么 有的就是政府相关发表的一些什么视频呢 他就是不要老百姓去评论 所以说 我就想跟大家就说到这 就是这个媒体啊 说实话 嗯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吧 可能是 包括 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说 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一部电影 叫勇敢的戏 那个前有一个英国的统治者 叫长腿爱德华吧 所以说是一个就是暴君嘛 但是他们写的这个历史 说是他是一个什么英明神武的一个人 可能这个历史啊都会被篡改 都会被这个当权者去篡改 所以呢 呃 这个东西吧 就是 但是老百姓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人之所以活着 还都是愿意知道真相 为什么 因为假的东西没有意义嘛 对吧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 就是因为 呃 历史学家 为什么之所以称为历史学家 因为他们忠于事实 而不是忠于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异端 我记得钱穆是吧 就是这个他当历史学家 当时是说要对历史 怀有一个默默的温情 这应该是他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他说过这句话 其实对历史不应该有这种默默的温情啊 其实应该什么呢 应该对历史就是还原真相 你把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你的就是一些所见所闻 写下来就可以了 不要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 那样就失去了历史的一个意义 对吧 那你说我发现了一个死前的 多少年的一个恐龙化石 那我发现了就是发现了 那我没必要说去把这个尾巴改一个造型 或者把什么改一个 之后再拿出来 那就不成这个原貌了 对吧 所以说你不用说为了非得是 根据这个历史的你的想法去改变那个历史 那人类永远也得不到真相 我觉得人类求真呢 求这个历史的真相 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追求 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就是你追求不到 但是呢 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 再有一个 我认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说任何一个党派 任何一个政党 值得你去多么的崇拜 或者是多么的拥护吗 这个我觉得值得上去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认为这些由人组织起来的一个东西 它都是会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世人就会犯错 就是你从小到大 谁敢说自己一回错都没有犯过 对吧 不可能的事 对吧 犯错都会被父母管教啊 会怎么样 就像我这么乖的孩子 是吧 小时候比较乖 那你也犯过错误 对吧 所以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犯错 但你犯错的时候 那么你大家想一想 人他也是会犯错的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去盲目的崇拜一个人 因为是人都不值得你去崇拜 那你 那人的意义呢 那这就是宗教的一个意义了 那在这里我就不先不跟大家说这个宗教的一个东西 我就是说这个人 所以说人没有必要去崇拜他 或者是去崇敬他 只有他做得好的时候你支持他 如果你认为他做得不好你就反对他 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个包括党派啊 或者是对这个执政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咱们接着说回来说 陈志涵这个馆长 昨天在视频节目当中 他说是有这个枪手袭击他 他说这个是有预谋的 或者怎么样 说这个馆长说他不给这些恶势力交保护费 也怎么样 说他特别白目 有的人说他白目啊 我不明白这个台湾 这可能是海峡两岸的一个差异 有的时候我对于你们就是台湾的语言我不太明白 什么叫白目 那可能白目是不是就有点愣啊 就是类似于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国看病不给红包 这个意思是吧 那如果要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认为馆长做的对 对吧 我认为不应该像恶势力低头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种 让这个恶势力低头的话 都给钱的话 那这恶势力不就崛起了吗 所以说他不给这个不跟恶势力妥协是对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 如果中国所有的人都不给医生红包的话 那我相信啊 这个红包也就杜绝了 但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些人特别贱愿意给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造成目前中国这个医疗就这样子 这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像那种战争狂人 像希特勒啊 或者是说像这些致死的人 他都会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啊 他不会去考虑别人 他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啊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 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去达成一些自己的目的 那么他就把这个市场也好 把这个环境给污染了 那也就导致了这一种就是陋习也好 或者是一种不法的行为的产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什么 咱们中国老说叫扫黑除恶嘛 对吧 还有黑社会的一个原因 扫黑嘛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一个事情 在馆长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吧 我感觉这个台湾的陈诚翰 其实挺是一个挺负责任的人 包括对于他的这个员工啊 还有对于他的妻儿老小啊 他的母亲啊 还都是挺那个负责任的一个人 但是吧 其实对于这个馆长 我并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我看他的直播次数比较少 我通常来讲我不怎么看他 就是因为这回他有这个枪击事件了 那么我这个才关注的他 所以说他以前说过什么 说实话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我看过他这个跟蔡英文 一起做一个视频节目 好像是以前有吧 可能对大陆人来讲 这个蔡英文或许是一个特别 说说是台独分子也好 或者是说他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人也好啊 嗯 那其实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想问一下 这个这些特别讨厌 蔡英文的大陆的人 你说就你们这些人 那我我问一下 那台湾他这个是蔡英文 我知道他是一个民选总统 他这回高票当选嘛 是有八百多万人投票吧 他当选这个总统 那你说在台湾一共两千多万人 完了在这个有选举的 就是有投票权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啊 那你就是两千多万人 八百万人 在网上省一省都快达到一半的 你再跑去那些 没有选举的小孩子什么的 对吧 他肯定他这个是高票吧 而且说他是历史以来的 这个高票当选 那我想问一下 就大陆这些人 把蔡英文当做恶魔的人 我想问一下 那你说台湾这个八百多万老百姓 都是傻子吗 对吧 那你说他这个台湾人傻 这个我显然不会吧 对吧 那你说这怎么 台湾这八百多万人的智商 都不够用吗 选他 所以就是这个在大陆来讲 就是大陆这些人呢 就是分析问题啊 他就脑袋就是不走 不走 不走玩 对吧 那还有意思在哪里呢 大陆会有一些人说 这个台湾的老百姓 被蔡英文给蒙骗了 是吧 会有人可能会这么发表 这种声言啊 那我想这么说 如果真的蒙骗了的话 那你敢不敢说 你有没有被蒙骗呢 如果一个人可以 就是一个党派 就可以这么骗人的话 那我想问一问 就是你的想法 你认为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那蔡英文不对 对吧 他是个骗子 或者说他是个坏爷 他是孩子分子 那我想问一下 你说他不对 那说政党 他可以骗台湾人 那你说你有没有受到骗呢 所以说这个是同理嘛 同理你思考嘛 当然我哥这里 我也不敢说是骗子啊 我就我也不敢 我是说国内的那些人啊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发表态度的一些说法啊 我就是点到为止 所以说就是同理 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 这个思考的方向 或者是方法 就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咱们 就是没事聊天嘛 就是没事闲聊一聊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你同样的话 有的时候你在觉得你自己特别正确的时候 你得合计合计 就是考虑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道理 就是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了 我是维护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这个一个看法的 就是海峡两岸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是我所认同的 对吧 我也不希望说是台湾 台湾那个和我们不一样 是吧 我也希望咱们海峡两岸都是亲切友好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也是希望咱们能够和平友好的相处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和想法 但是馆长说所说的一切吧 其实大部分我是同意的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我是不认同的 这个馆长说他要把他的精神传播下去 我看了一个视频 我可能理解的不是特别多 我仅从昨天的视频和我有限的了解 馆长的一些说话风格 我跟大家谈一谈 如果假如说的比较片面或者是什么呢 也请大家海涵一讲 因为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就通过我现在所了解的 我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馆长说什么 他说他的精神是要守护这个宝岛台湾 这个本身没有错 热爱自己的土地那肯定是可以的 热爱自己的生他养他的地方 还有一个他说什么 他要把他的精神传下去 说他这种精神呢 就是说不断的奋斗啊 不断的做到最强啊 不断的做到最好啊 其实说句实话啊 可能我的人生追求和馆长呢 可能不太一样 我看了一下 馆长说什么 说这些就是反对我的人 这些恨我不死的人 我也谢谢你们 说我以后就是做得更好 我气死你 也不叫气死你啊 我就是给你看一看 就你这些人 你打败不了我 我只能说以后 通过我自己的这个 不断的努力啊 我来给你们有力的回忆来证明 其实说这个气死你是在哪里呢 他以前好像也说 我以为是在哪 好像是他跟那个博恩夜夜秀的一个主持人 他这个跟他做节目的时候 说我以为 我不知道是那个叫博恩的说的 还是这个馆长说 我有一点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说 如果有人反对你的时候 你就变得更优秀 气死他 这个其实也是对的 对吧 就是你变得更优秀 或者是你变得更开心 更快乐 气死的 这个是可以的 不要拿别人的过分来刺激自己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就是这个馆长说 他要自己努力的奋斗啊 说是要追求生活上的幸福啊 或者是追求这个什么 他让他所有的员工 跟他能成家立业 还有他的事业 要稳步的开展 这些东西 坦白的说 我对于外在的 就是世界的所有的 这些金钱的财富吧 我认为就是 够思够和就可以了 其实我真的没有说 特别大的一个野心 把这个 就是这个 经济啊 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 我说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追求金钱呢 是没有尽头的 这馆长他现在已经开 第七家店了吧 那在台湾相当厉害了 因为他这个影响力啊 还有他这个健身馆呢 他开的特别的不错啊 那么我想这么说 那你说 就是他开第七家 那肯定会有第八家 那就算他把台湾的 所有的健身馆都开变了 那只能说 他在经商方面特别的成功 那有一天 他还先也开到大陆呢 是吧 把大陆的这个健身馆 也都开变了 那所以说 我就想这么说 其实人生这种追求啊 它是无止境的 就是他只会是 为了金钱的堆积 或者金钱的积累 来证明自己成功 来证明自己 不能够被人所遗忘 或者是说 我有一个精神 能够让人铭记我 其实我不追求这些 没有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 对我个人来讲 如果人生仅追求这种 什么轻死流明啊 或者是说 仅追求这些财富啊 意义啊 或者是说 追求这些权利啊 我觉得那 人活得好像有点乏味是吧 我觉得人这一生追求的 更应该追求精神上的升华 还有一个就是 内心的思想的丰富和富足 这个我觉得是 我们应该追寻的 或者是我们应该倡导的 所以说人的精神 这个意志应该 那个不被战胜 就是这个我觉得 应该更加的提倡 就是这种馆长啊 那种拼搏 奋斗的一个精神 它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奋斗 你的方向 咱们有待于赏去啊 它这个奋斗的方向 应该更多的是 外在的物质 奋斗一部分 还有内在的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奋斗 追求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满足 而这个 我认为是两方面的奋斗 而不仅仅是追求 外在的和物质 的精神的一些奋斗 馆长说 他刚在起步阶段 说刚有点成色 就遭到了这种枪击 我有的时候在想 赛翁司马 燕之飞福 就是你虽然现在 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当然我不希望 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也应该停留下来 好好想一想自己 到底自己的人生 应该追求什么 就是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对吧 我的意义就是开健身馆 一家接一家 开特别特别多吗 其实可能也并不是 对吧 就是可能你事业再怎么成功 再怎么辉煌 还是应该在精神上 可能有一些追求 就比如说 你说给台湾人 留下的那种精神 分斗打拼 这些精神 其实也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也应该更多的给人一种 就是精神上的追求 就是两方面去追求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大家可以进行探讨 当然有的人对于财富 是特别的向往 那么其实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你说追求财富以后幸福 如果要是真的幸福的话 我认为那些明星是最幸福的 比如说好莱坞的 比如说是中国的 但是你看那些明星的幸福吗 你比如说我们国内有一个 所以叫卡姆的是吧 这明星吸毒了 在黄海波也是明星 对吧 就是有点花瓶事儿嘛 是吧 我还是也被这个 被管进去了 所以说现在也就废了 还有一些 像那些明星啊 大腕什么 成龙的儿子 房主名 西大麻 也出事了 还有这什么 李贤 还有我唱歌的 叫李戴墨 也是吸毒 你看他这些演艺圈的人 他哪个没有钱呢 他哪个没有说锦衣欲食 他哪个不比我有钱 对吧 这比咱们普罗大众有钱多了吧 他们的名气 但为什么你说他们这么有钱 他们还去吸毒 还去做这些事情呢 那不就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吗 所以说人不光要追求你事业上的一个成功 或者是奋斗 但是更多的是应该追求一个精神上的富足和满足 这个我认为是人所应该追求的 外带的物质永远是无穷无尽的 就比如说你明天你富可敌国了 你可以买航空母舰 你可以买这个那个都可以玩的 那么我想你还会想买那个航天飞机 去月球玩一圈 现在那马斯克不找那个航空吗 叫SpaceX吗 那个航天飞船吗 等哪天你去完月球了 你又想去火星了 这人呢 他就是欲望是无止境的 等哪天都要飞越这个银河系了 对吧 那慢慢发展 肯定要飞越银河系 就是无穷无尽的 这个刺激你的一个东西 但这些刺激你的东西 终有一天会让你索然无味的 就这些东西当你得到了以后 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心意了 就像以前我买那个任天堂的游戏机吧 就是那叫这个 叫任天堂Spritch是吧 我没有买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塞尔达传说什么的 都特别有意思 这些东西 当我玩了几天的话 它也就这么样 当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 可能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就不神秘了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在想 这些就是我们没事思考 思考人生的一个意义 我们人生到底应该往何处去 往何处走 我最近也特别就是在看书啊 在看那个一个牧师写的书特别好 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啊 那个等完事我把那个书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书叫标杆人生 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写的不错的 这个也是特别畅销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 不知道它有个反义的准不准 国内的书我一般就是 对于反义吧 就特别的纠结 因为国内吧 它老爱创改 尤其对于历史 对于这些东西 就特别愿创改 对于这个言论呢 它管控特别的严 我觉得 对于言论管控特别的严 我认为啊 是一个 我认为是执政者脆弱的一个表现 就是它不敢让你去发表你自己的个人意见 它说你说的不对 但是呢 它又不指出你哪地方说的不对 它给你删除了 给你戴个口罩 不让你说的 那这个我认为比较脆弱啊 这不是说 那有一句话不说的好吗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从苏格拉底开始不就这样吗 对吧 就从苏格拉底就有这种 就是民主的思想 所以说这个 真的我不认为这种控制言论呢 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在台湾 可能这个陈志涵这个馆长吧 他说这个台湾的言论 对于他这个受伤啊 都是小心满天飞 对吧 大家都知道台湾呢 比较自由 他这个新闻呢 媒体啊 出版的 他都比较自由 但我想 他是对这个自由 他觉得 可能是这些假的报道太多了 但是我想跟他说什么呢 如果 如果你假如说 都是一种声言的话 他没有这些假的东西的话 其实 何来的真呢 就没有假 怎么会有真 对吧 那你比如说 你像在大陆 那都是一种声言 他不管真假 那只能去看看这个东西 那没有假 怎么来的真 对吧 就是这个是一个 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正是有那些假的新闻 那才有你出来 澄清的一个必要 才有这个人的 思考的一个必要 就人给 会自己 人的会自己独立思考 去判断这个东西 到底他说的合不符 符不符合逻辑 或者说的对不对 而不是说 就他这个是 有的新闻 其实大家我想说一下 都为了博眼球嘛 说这个明星 有几个私生子 对吧 说这个那个呢 有的说成龙 有几个孩子 或者是说 就这些东西 把这些明星 刘亦菲又怎么怎么地了 就这些东西 刘亦菲最近也不也要火了吗 他派了一个花木兰 但是由于刘亦菲 对于香港的亚论 在台湾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抵制 或者怎么样 这些东西 就关于政治的东西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 这些艺人呢 他也就是个艺人 不要说是把这些 艺人的一个观点 去加了在他的一个 作品当中 其实这个看电影 大家就看一乐 就是没有说什么太较整的一个东西 说去抵制 或者什么 我特别反感去抵制任何东西 就包括我有的时候 确实我挺反感 那个国内拍的这个历史剧的 因为我认为啊 一个是他没有这个水平 这个导演 驾驭不了这个历史剧 或者是驾驭不了 这种战争题材的片子 国内拍的这个战争题材的东西 我认为不值得一看 所以说呢 但是啊 其实他拍也就拍了 我也不反感 说有的人就愿意去看那个战狼 其实他们在战狼当中 也得到了一种位阶嘛 得到了一个 我厉害了的位阶嘛 所以这个也很好 他就属于一种 虽然他这个东西不值得 但是也给一些人快乐 那你说那个游戏到底有什么用 就比如我们玩那个游戏 不就是让人家开心吗 有的人他就不需要真相 他就需要开心 他就需要快乐 那只要他这个东西能给他带来 他就就可以了 对他身体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也就嫩地儿的 有的人他其实吧 他这些东西 糟粕的东西 对脑子是有伤害的 但是呢 他这个 哎呀 这也没有办法了 对吧 这就有的人 他就想当个傻子 那你就让他去挡吧 你非得叫醒的 你哭口婆心的 也没有说 也没有说太大的意义 那鲁迅当年叫了那么 叫了那么多次人 对吧 他也没叫醒 他说那个我要弃一重文了 咱们在国内的 那个就是教材上都说 他弃一重文嘛 说是 很有民族气节 气概也怎么样的 这个我想这么说 那他不也没成功吗 这都多少年 鲁迅去世都多少年 再一个 我跟大家说 百扬在他的书中有一句话 说如果鲁迅要是活到文革时间 他也得秘密的 他也得不说话 要不然他就废了 所以说你看这些伟大的人物啊 其实在面对政治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 他只能说他 鲁迅死得比较早 他没有经历文革 对吧 他要经历了 他会怎么样 他也不见得 他有一个好果子词 对吧 所以这个是那谁说的 那个是百扬先生说的 我这也用百扬先生的一个话说 那好了 今天呢 这个节目 我就做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